溫碧霞和惠斯瓦這日出席品牌活動 剛剛在巴黎時裝周回來的溫碧霞 自爆洗了7位數字在當地血拼 因為那邊有很多美的風格在香港 所以看到很多美的風格就很開心 愛不適守 至於剛剛去完泰國旅行回來的惠斯瓦 就好像曬黑了不少 不過這次和爸爸媽媽一起去旅行 就令惠斯瓦很頭痛 很大壓力 人們說你去泰國旅行 但當你一個人帶著爸爸媽媽兩個的時候 你的行程要計劃得很好 你要一定很完美 你不想讓他們辛苦 還有一點小意外 就是我計劃好行程之後 之前一晚我爸爸突然間受傷 他進了醫院 弄傷了腳趾 所以我的行程就要計劃過 不可以走那麼多 這樣為主 所以我有一點點壓力 但最頭痛的應該都是早前被人拍到 和大隻男拍拖喝咖啡 媽媽看到緋聞之後又有什麼反應呢 但他沒有馬上知道 所以反而 他的新聞出了 隔了幾天才說 你被人拍了 你拍拖嗎 他就有點生氣 因為如果我拍拖 他不知道 他就會不開心 我跟他解釋 他是朋友來的 不是拍拖 他就很了解 他很了解 他就很了解 他都不跟他比拖 我還是很了解